紅瓣 Yo 韓青 歡迎來到我們即場Marketplace 由於我們每次這邊的節目都是請美女 給男嘉賓收視��이 我 утill 而且我們邀請了一位美女朋友 謝謝 我是從事時裝界房有名氣 因為當年想被他這個blog吸引了 我們是幾年前在這個exhibition 拍攝 什麼exhibition 都忘記了 朱寶展 朱寶展 那時候狗不打扮 不知道為什麼見到威青 又不知道為什麼你這麼好聊 聊一聊就friend了 你知道有一次我直接請了威青 去我一個培訓班裡做一個客席分享的嘉賓老師 那次也挺好玩的 接下來又來了 你有興趣來嗎 都可以啊 威青 為什麼你那時候會有興趣去建立一個fashion的blog 以及會分享你自己時裝的經驗 其實那時候也很久了 我想我最初開始的時候大概是2020… 小心點 不要暴露稅數 我想是2010年左右 那時候就讀書 其實自己本身就很喜歡fashion的東西 最主要我覺得有些人可能是喜歡某些大牌子 有些人可能… 我自己就是喜歡去mix and match那些衣服的 所以我有一時會覺得 如果我用心地搭配了一套衣服出來 但是沒有人見到沒有人欣賞 好像浪費了 那我自己本身也有follow一些外國很有名的blogger 其實那時候也不是那麼有名的 不過現在全部已經是去完那些 就是fashion week 那些 神桌位 對 現在已經神桌位了 那我那時候就follow他們的 那看著看著就覺得 咦 其實我自己也可以開一個page 最初都是有時我會分享一下 可能因為讀書那時候其實都窮啦 那有時就會覺得 咦 今期可能流行metallic式的東西 那我平時就會去一些類似… 好像類似H&M 或者ZARA 那我就經常很喜歡洗版 很喜歡看完他們所有page的東西 那我就會例如有一個主題是金色的東西 那我就會去那些不同的web site 那我就會 crop 圖 然後 paste link 寫完給人看是多少錢 那我就會出一個post 那這是不是affiliate marketing 你直接幫他推的 其實算是 不過純粹是我自己的興趣來的 那跟著就一直做 那到後來我又發覺 因為我那時候在英國讀書的 那在英國其實有一些platform 是你可以sign up 就是有很多叫affiliate的東西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那時候很流行的 就是例如有些brand 例如有一個makeup brush的brand 叫Sigma 那你可以sign up做他的affiliate 那你post他的廣告在你的web site 那如果有人click進去 然後買了東西 你就可以賺到錢 你又比比秀良 那後來我又 came across一個web site 我現在不是很記得他叫什麼名字 因為他改了名字 但是他就是 你自己可以sign up to不同的brand 例如你說H&M 或者我在英國有些叫New Look River Island 那他就要 approve你的web page 就是他看到你的content都ok 那如果你做了他的affiliate 那又是你可以post一些廣告 可以令到你的web page更加豐富 但是2010年其實那時候還不是說blogging那麼流行 那時候還沒有tiktok 沒有酒音沒有什麼 所以我後來有 那時候有些platform叫做lookbook.new 有個叫shiktopia 就是其實全世界的bloggers都會每天post他們的 Hashtag OOTD 就是Outfit of the day 就是每一天試試看 對啦 他們每一天都會post 那其實你又可以互相like大家的東西 那有時候如果你經常都看到 那大家都會留下comment 都可以做到friend 那就是好像IG的前身 現在那個IG都登上了 對啦 那就是後來其實IG更普遍了之後 那我又開了一個IG page 然後我又開了一個facebook page 然後 所以 IG channel的social media 對啦 所以都有些不同的channel 那麽多朋友做這種fashion的KOL 其實到最後就會得到品牌的贊助 甚至出名的一些 例如早五六年前的Michelle 在美國的出名的有自己的cosmetic brand 所以出名的KOL 都會有品牌跟你合作 開屬於自己的brand 為什麽威稱你當時沒有嘗試這方面發展做自己的brand 其實我當時就是想說 我加入了英國的platform之後 其實都幾有趣的 我回來香港之後 就有人電郵我 就說 啊 我們是英國的一個公司來的 那我們就見到你的web site都幾好 那他就說 我想 expand 去Asia Market 那我們都會來香港做site visit 想 meet up 一下你 看看你們會對fashion是怎麽樣看的 一些看法 那都有跟我 meet up 然後也有說 就是給我一些promo code 那如果我的audience 用我的code 去他們的web site買東西 也有便宜的 但是其實 嗯 那開始就合作了 不知道 其實也有keep and touch 但是你說 start自己的brand 那我就沒有了 因為其實我那時也是為興趣的 我又覺得將一個興趣 變得太commercial 就好像有一點點壓力 就是有些朋友都說 啊 你這麼好的 那些brand又送東西給你啊 那樣的 然後說我可不可以又start一個brand 其實這些呢 其實有很多現在上了神台級的那些 他們一開始都沒有expect到自己會這樣的 就是我覺得如果你是為了 沒有刻意招牌的 就是如果你為了做kyl 是為了要有些人可能送東西給你啊 或者想捧紅你啊 我就覺得這個 就不是一個政治不正確 因為你應該是真的為了很passionate 一件事 是有沒有人送東西給你 你都會做的 那你自自然而就會有人留意到你 那身邊有沒有friend呢 就是為了入行的時候 想谷大流量啊 谷大一個followers的數 就加入了一些telemanagement公司 給他簽了 然後真的會推他啊 幫他包裝啊 然後做commercialize的東西 嗯 我身邊的friend就沒有 其實都有的 我有認識的 其實好像萬赤 好像拔三味 其實我有認識J Lu的 那時候其實我們是讀同一間中學 那我就去學法文 他小時候很多年 小師妹 那他就 有沒有學法文 在香港 是的 就是他現在很紅的嘛 Youtube 然後我就說 咦 但是你是法國人 為什麼你學法文呢 原來因為他在香港長大 那時候我還在blog 那時候他也是在讀中學 但是他現在就已經很紅了 有很多brand都去跟他合作 那他一開始去做這個Youtube channel 其實都不是說為了要去sponsorship 或者什麼 其實都是可能有一個idea 覺得這個很有趣 可以跟他分享一下 這樣 喂 但剛才吹開水的時候 你說最近都會少去update更新的 你的網絡 喂 為什麼這麼懶 為什麼啊 因為 首先我們剛才也說過 其實我以前開始blog的時候 就是 還是很流行去看別人的blog page 例如以前有cooking 也有一些blogger 然後可能fashion也有一些blogger 甚至可能finance也有一些blogger 那以前就真的要 可能來不來一個星期 要update幾次的blog 那我覺得也挺有趣的 其實寫blog的時候 有時候可以幫助我自己寫東西 因為我們現在很少寫文章 然後我就 嗯 我穿了一套衣服 但我可以寫什麼呢 先去想一下 然後怎樣去 怎樣去令到他變得好分呢 怎樣令到人會繼續看呢 那你也要分享一點心得的 可能選擇配搭一些東西 那也是 很開心的一件事 但是因為現在 其實IG真的太流行 實在太方便 我現在只是update我的IG Facebook啊 其他人已經是 都是blogger的 人人都post幾張相片出來 有耐性的 撿到桌子很漂亮 或者設到背景很漂亮 那其實都是打一兩個字 那不再需要像以前 因為要facialize 為主 很漂亮的畫面 一兩個captions的字 實際上就OK 不需要寫一個文章 以前blogging 我真的會可能拍二十張相片 然後post七張 然後再打一大段東西 每次都要想一下要寫什麼 都挺有趣的 因為我之前都 例如香港 我們有做過很多大品牌 例如MS Chanel Louis Vuitton 他們都有來過香港 擺一些pop up的exhibition 我每一次都會把握機會去看 然後都會拍一些漂亮的照片 然後就post在blog那裏 就是我拍那個場地 等那些 但你自己沒有穿著衣服去做model嗎 我都會的 我都會自己 打扮得很漂亮才去 各位朋友 你看這裡有很多這些照片 就是威青衣 之後都會去 跟其他未去visit的exhibition的人 分享 所以其實我的blog主要 我設定了一個blog 我是想分享給別人聽 其實不一定要很有錢 才可以買到名牌的東西 我喜歡把一些漂亮的名牌的東西 跟一些H&M 或者一些street style的東西 去mix and match 去教識別人 其實都有聽到很多feedback 例如可能我媽媽的朋友 或者是我的朋友的妹妹 她就說 我都認識別人 有看過你的blogger 她說 為什麼會 我完全不認識你的 都挺有趣的 有時候聽到這些feedback 這些叫blogger 還是columnist 還是叫做什麼 這個專欄作家 還是怎樣叫呢 為什麼這樣 我都不知道 blogger 其實我都未去到columnist 這麼專欄 那你這陣子 有沒有繼續出文章 出圖片 出Vlog 跟大家分享的東西 圖片 圖片都有的 但我想 可能 人大了 沒有那麼多年紀 剛才說是2010年畢業 沒有那麼多時間去做這些事 而且我不知道 可能因為讀書的時候 沒什麼做 那就真的會去很多時間去做這件事 大過了 平時又會跟朋友聚集一下 或者我可能 如果下班晚了 週末又要特意 穿得很漂亮 對 又要特意穿得很漂亮 其實不需要做fashion 因為只是做sport的牌子已經夠了 因為你穿運動衣多 我試過有一次穿得很漂亮 然後跟男朋友上了山頂 然後去了那個叫什麼 西什麼山 西高山 西高山 那天是sporty chic的衣服 這個trend是sporty chic 就是穿一個 其實我今天 剛才一人問我是不是很熱 你看其實都可以 毛毛一樣 但都可以穿背心 那我之前 今天都30度 小姐 你沒事啊 不是 你出業肥了 這個很薄的 那我就穿了一個 我覺得是很fashionable的 螢光綠的一個小背心 然後sporty小背囊 然後就摘了兩個蹲鞭 去山頂拍照 太漂亮了 各位朋友 你看這些照片 又是威青上山的照片 所以各位朋友 原來對於fashion的投入裡面 很重要的就是有些什麼 是可以分享給朋友聽 你千萬不要想 是commercial的角度 不要打算賺錢 不要打算太刻意的安排 原來拍拍的時候 都可以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 好像我現在拍這個 即場marketplace 每個嘉賓上來 都是我們跟他喝酒 喝喝水 剛才其實威青在隔壁房 是喝醉了我的家 我也跟他過來 在這裡拍這部影片 所以各位朋友 我們做這個即場marketplace 都是想訪問不同的嘉賓 去分享一些得意在即場裡面 自己的心路歷程 希望大家 從中可以有啟發 和學到東西 所以喜歡看這部影片的朋友 可以亦都支持一下威青 下面你會看到威青的資訊 所以喜歡看的 可以comment、share、like 可以宣揚出去 可以給多點朋友看到 還有最重要是什麼呢 subscribe 下一個小鈴鐺 還有可以順便看威青的blog 是呀是呀 好呀 雖然很久沒有跟餐 等我等我遲些再更新 有你們的動力支持 威青才會去跟餐 有人看我就寫了 所以希望下一次再見了 好 拜拜